高雄市最近遭到民眾檢舉 說在公園內有人巨賭 中間新聞記者直擊 果然發現很多人 聚集在這裡算名牌 還有人兜售所謂的數字添書 自稱可以算出下一期的 六合彩的名牌 但也有人提出了好問題 如果他真的能夠算出名牌 又何必這麼辛苦的 出來擺攤位 岡山在公園一到下午 擠滿人潮 一堆人為觀 到底在湊什麼熱鬧 擠進去瞧瞧 秘密麻麻的數字 一堆老人也不像在準備 大學聯考的數學題 原來他們在算六合彩名牌 這位老兄拿出美棋六合彩的開獎號碼 再選一個特別號 比對他手上的數字添書 反推出下一期的名牌 但是都是開過的數字 很可能是利用統計學反推答案 而且要這數字還不便宜 一本要兩百元 一本要價兩百元 買的人還真不少 但也奇怪 如果這位老兄真的會算 早就發了 何必來擺攤 昨天新聞紀博士 張育昕 高雄報導